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横楼梦》这本书 好 我们先开始 宝玉听了 非常喜欢非常 答应了 忙忙地回来 一笔低头 心下暗想 可惜这么一个人 没父母 连自己本性都忘了 被人拐出来 朋友卖给这个霸王 音又想起 往日平儿也是意外 想不到的 进而更是意外之外的事了 一面胡思乱想 来自房中 拉了习人 细细告诉了他缘故 乡林之为人 无人不灵爱的 习人又本是个手中散 散漫的 况与乡林相好 一闻此信 忙就开箱取了出来 这好 随了宝玉来寻乡林 见他还站在那里等呢 习人笑道 我说你太淘气了 总要淘出个故事来才罢 乡林红了脸 笑说 多谢姐姐了 谁知那起捉下鬼使的黑心 说着接了裙子 展开一看 果然和自己的一样 用命宝玉背过脸去 自己向内解下来 将这条系上 习人道 把这阿渣的胶给我拿回去 说是了 给你送来 你要拿回去 看见了 又是要问的 乡林道 好姐姐 你拿去 不拘给那个 不拘给哪个妹妹吧 我有了这个 不要她了 习人道 你道大方的很 乡林蒙又拜了两拜 道谢习人 以免习人拿了那条 泥乌了的裙子就走 乡林见宝玉蹲在地下 方 将方才夫妻会 与病地林用树枝而 挖了一个坑 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 将这林慧安放上 又将些落花来掩了 方搓土 掩埋平服 乡林拉他的手笑道 这又叫做什么 怪到人人说你 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 你瞧瞧 你这手弄得泥污台花的 还不快洗去 宝玉笑着 方起身走了去洗手 乡林也自走开 二人已走了数步 乡林复转身回来 叫住宝玉 宝玉不知有何说话 扎杀着两只泥手 笑嘻嘻地转来问 做什么 乡林红了脸只管笑 嘴里却要说什么 又说不出口来 因那边他的小丫头 正儿走来说 二姑娘等你说话呢 乡林脸又一红 方向宝玉道 全自的事 可别和你哥哥说 就完了 说必既转身走了 宝玉笑道 可不是我疯了 往湖口里探头而去呢 说着也回去了 不知端详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兽玉红全方开夜夜 死金丹 毒宴里清丧 话说 宝玉回至仿中洗手 您和习人商议 晚间吃酒 大家娶乐 不可拘泥 如今吃什么好 早说给他们备办去 习人笑道 你放心 我和秦文摄月 邱文四个人 每人五钱银子 共是二两 方冠 碧横 春宴 四二 四个人 每人三钱银子 他们告假的不算 共是三两二钱银子 早已交给了刘嫂子 预备四十碟果子 我和平儿说了 已经抬了一坛好烧心酒 藏在那边了 我们八个人单替你做生日 宝玉听了 习得忙说 他们是哪里的钱 不该叫他们出才是 秦文道 他们没钱 难道我们是有钱的 这原是个人的心 哪怕他偷的呢 至关领他的情就是了 宝玉听了 笑说 你说的是 习人笑道 你这个人 一天不挨他两句硬话 村里 你再过不去 秦文笑道 你如今也学坏了 专会挑三拨四 说着 大家都笑了 宝玉说 关了院门吧 其人笑道 怪不得人说 你是无事忙 这回子关了门 人道疑惑起来 索性再等一等 宝玉点头 应说 我出去走走 四儿摇水去 春燕一个跟我来吧 说着 走至外边 应见无人 便问五儿知识 春燕道 我才告诉了刘嫂子 她倒很喜欢 只是五儿那一夜 受了委屈烦恼 回去又气病了 哪里来 哪里来的 只等好了吧 宝玉听了 未免后悔常叹 应有闻 这是席人知道不知道 春燕道 我没告诉 不知方官可说了没有 宝玉道 我却没告诉过她 也罢 等我告诉她就是了 说必 傅走进来 故意洗手 一是掌灯十分 听得院门前有一群人进来 大家隔窗敲视 果见林志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来 前头一人提着大灯笼 秦文敲笑道 他们查上夜的人来了 这一出去咱们就好关门了 只见一红愿烦上夜的人都迎出去了 林志孝家的看了不少 又吩咐 别耍钱吃酒 放倒头睡到大天夜 放倒头睡到大天亮 我听见是不一的 众人都笑说 哪里有这么大胆子的人 林志孝家的又问 宝儿爷睡下了没有 众人都回 不知道 席人忙推宝玉 宝玉积了鞋 便迎出来 笑道 我还没睡呢 妈妈进来歇歇 又叫 席人倒茶来 林志孝家的忙进来 笑说 还没睡呢 如今天长夜短 该早些睡了 明日方起得早 不然到了明日起迟了 大家笑话 不是个读书上学的公子了 倒像 拿起挑脚汗了 说笔 又笑 宝玉忙笑道 妈妈说的是 我每日都睡得早 妈妈每日进来 可都是我不知道的 已经睡了 今日应吃了面 怕停舍 所以多玩一回 林志孝家的又像 席人等小说 该闷些 普尔茶喝 席人 请问 二人忙说 闷了一茶缸子 女儿茶 已经喝过两碗了 大娘也尝一碗 不是现成的 说着 秦文便倒了来 林家的站起街了 又笑道 这些时 我听见 二爷嘴里都换了字眼 赶着 这几位大姑娘们 竟叫起名字来 虽然在这屋里 到底是老太太 太太的人 还嘴里尊重些才是 若一时半刻 偶然叫了 若一时半刻 偶然叫一声使得 若只管顺口叫起来 怕以后兄弟 只要照样 就惹人笑话 这家子的人 眼里没有长辈了 宝玉笑道 妈妈说的是 我不过是一时半刻 偶然叫一句 室友的 徐人 清文都笑说 这可别委屈了他 直到如今 他可姐姐没离了嘴 不过玩的时候 叫一声半声名字 若当着人 确实和仙一样 林志笑家的笑道 这才好呢 这才是读书之理的 越自己谦选 越尊重 别说是三五代的成人 先从老太太 太太屋里拨过来的 就是老太太 太太屋里的猫儿狗儿 轻易也伤不得他 这才是受过调教的公子行事 说必 吃了茶 便说 请安歇吧 我们走了 宝玉还说 再谢谢 那林志笑家的 已带了众人 又差别出去了 这里 清文等 盲命关了门 进来笑说 这位奶奶 哪里吃了一杯来了 老三刀死的 又排场了 我们一顿去了 摄月笑道 他也不是好意的 少不得也要常提着 其他 也提防着 怕走了大折儿的意思 说着 一面摆上酒骨 其人道 不用高桌 咱们把那张花里圆炕桌子 放在炕上做 又宽厂又便宜 说着 大家果然抬来 摄月和斯尔那边去搬果子 用两个大插盘做四五次方搬运了来 两个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筛酒 宝玉说 天热 咱们都脱了大衣裳才好 众人笑道 你要脱 你脱 我们还要轮流安息呢 宝玉笑道 这一安息 就要到五今天了 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 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 这回子还恶我就不好了 众人听了 都说 依你 于是先不上座 且忙着卸妆宽衣 一时将阵妆卸去 头上只随便挽着簪耳 身上结实紧身耳 宝玉只穿着大红棉纱小耳 下面绿林弹墨夹裤 散着裤脚 细着一条汗巾 靠着一个各色玫瑰 少药花瓣装的玉色 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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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方冠两个先挨拳 当时方冠满口 嚷热 只穿着一件 玉色红青 屁桌容三色段子拼的水田小夹 竖着一条柳绿汗巾 底下是水红洒花夹裤 也散着裤腿 头上七额边着一圈小便 总归至顶心 结一根粗便 拖在脑后 右耳根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 左耳上单一个白果大小的印红香精大坠子 越显得面如满月油白 眼似秋水海青 颖得众人笑说 他两个倒像一对双生的弟兄 袭人等依侦上酒来说 且等一等在哀泉 虽不安息 在我们美人手里吃一口罢了 于是袭人为先 端在唇上 吃了一口 其余一次下去 依依吃过 大家方团圆坐了 春宴四耳英抗炎坐不下 便端了两个绒套袖 进抗炎放下 那四十个碟子 皆是一色白色定谣的 不过小茶碟大 里面自是山南海北干仙水路的酒 转果菜 宝玉英说 咱们也该行个令才好 袭人道 刺文些才好 别大呼小叫 叫人听见 二则我们不识字 可不要那些文的 摄月笑道 拿骰子 咱们抢红吧 宝玉道 没去 不好 咱们沾花明儿好 秦文笑道 正是 早已想弄这个玩意儿 其人道 这个玩意虽好 人少了没去 春宴笑道 与我说 咱们竟悄悄地把宝姑娘 袁姑娘 宁姑娘 请了来 玩一回子 到了二今天 再睡不迟 其人道 又开门合乎地闹 躺货遇见玄夜地问 宝玉道 怕什么 咱们三姑娘也吃酒 再请她一身才好 还有宝姑娘 众人都道 秦姑娘罢了 她在大奶奶屋里 刀登的大法了 宝玉道 怕什么 你们就快请去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